我们最讨喜的蓝胖子来了 他是家喻户晓的国民IP 是受众人喜爱的动漫长青树 这部电影就是哆啦哀梦 大雄的地球交响乐 让我们一起放大夏天的快乐音量 哆啦哀梦是全球十亿人都爱的超级巨星 累计票房已超过千亿日元 哆啦哀梦可以说在国内 是有着全年龄层覆盖的受众的 是小朋友和成年人都爱看的动漫 哆啦哀梦自1969年诞生以来 至今已经54年了 陪伴了全球80、90、00后三代人的成长 从2015年起 大电影哆啦哀梦伴我同行系列 在中国上映 自此以来连续十年伴你同行 欢乐永不缺席 哆啦哀梦过往的剧场版 在国内的六一党票房号召力 也是非常强大的 它既是年轻人的童年回忆 也是一家人的欢乐时光 那在今年夏天 全新的剧场版 也是哆啦哀梦首部音乐主题电影 即将与我们见面 这部电影是孩子们的月下 是大人的欢乐颂 是属于这个夏天的双重快乐 那这一部全新的哆啦哀梦剧场版 是作为哆啦哀梦原作者 诞辰90周年的纪念作品 创作团队耗时三年之久 精心筹备了这部电影 那这一次的全新剧场版中 也有众多非常全新的元素 包括新场景 新造型 新道具 新人物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全新音乐主题 新鲜感倍增 惊喜不断 那既然是一部音乐主题的电影 这次哆啦哀梦也邀请了 重磅音乐人参与制作 包括日本小提琴家 叶佳赖太郎 还有日本当红创作歌手Vondi 为影片打造了专属乐曲 和原创电影主题曲 此外还有超多跨界联名产品 将持续掀起哆啦热潮 助力影片宣传 哆啦哀梦的中国型城市见面会 也正在计划中 更多活动即将揭晓 敬请期待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一则预告片 来看一看 哆啦哀梦和他的伙伴们 是如何通过音乐的力量 拯救地球的 行こう音楽の星へ 奴は宇宙に存在する 僕らの音楽で地球を守るさ 映画となります 海人の地球シンボニー となります 好 预告片结束 那本次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 一位特殊的来宾来到现场 他就是影片哆啦哀梦的主角 让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哆啦哀梦来到舞台上 大家掌声还不够热烈 我们哆啦哀梦 看这个可爱的小步伐卖的 还不够快 好的 哆啦哀梦让我们来到舞台的中间 我来了 我来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哆啦哀梦 好 我们看哆啦哀梦 迈着可爱的缓慢的步伐 正在慢慢地向舞台上走 好 哆啦哀梦再往前走一点 好 可以了 哆啦哀梦我们向左转面向观众 那这一次的 我听说这一次的全新的剧场版大电影 是以音乐为主题的 那哆啦哀梦 你这次在电影里主要负责哪种乐器呢 这次我担任指挥 负责指挥我们整个乐团的演造 原来是这样啊 那非常期待你在电影里的精彩表现 那这一次哆啦哀梦 你和伙伴们又即将踏上 怎样全新的冒险呢 这次是以漂浮在宇宙中的音乐殿堂为舞台 一起展开在音乐世界的大冒险 但是将音乐从这个世界上消除的神秘生物来了 这次我将会使用秘密道具和大雄一起变成音乐家 一起挺身而出守护地球和音乐的未来 哇 那真的好想看这部电影呢 也好想知道你们都使用了哪些秘密道具 那哆啦哀梦这次你来到广州 还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吗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见面 记得来影院看我的新电影哦 好的 谢谢哆啦哀梦 请哆啦哀梦台下休息 那记得大家也一定要去影院看哆啦哀梦的这部全新大电影哦 再见哆啦哀梦 拜拜 那哆啦哀梦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和成长 希望今年的这一部全新的哆啦哀梦剧场版 也一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那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哆啦哀梦大雄的地球交响乐 谢谢哆啦哀梦 拜拜